然後到2016年的第11題 今天有一個投資顧問 他會用以下這個公式來模擬下年一個行業的總盈利 他說裡面的T就是一個月份 然後P1就是這個行業未來一年用這個投資顧問模擬出來的一個profit 是用million做單位 partA1叫我們用梯形法則把它分成四個區間 然後去估計P1出來 也不難的 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會inputt然後出at出來 所以就會inputat 你會看到由於他要預計一年 即是12個月 12個月分成四個區間 我們會知道每個區間應該是三個月的 所以當t是0的時候 然後t是3的時候 t是6的時候 t是9的時候 然後t是12的時候 就是這樣 然後就input一條色 input一條色的時候 我們就在計算機那裏打回這條色 就是long x的2次 減8 x再加95 OK 然後就打回這五個數給他 先打個0 0代下去的時候 就會出到是 4.55 38 8 OK 接著呢 代3進去 代3進去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 4.38203 代6的時候 就會是 4.41884 然後代9的時候 就會是 4.64 4 3 9 好 最後呢 代12的時候 就會是 4.96284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個p1 OK 就會等於是 今天我們的差距是3 所以就是3over2 再乘回 a0 再加a12 即是我們的頭尾 再加兩倍off中間的a3 加a6 再加a9 就是這樣 所以就按一按機 剛剛這個就是我們的a12 所以我現在加上頭 4.55388 OK 再加2乘回中間的那些 即是4.38203 加4.41884 加4.64 439 出來就是這個數 OK 但你要記得就是乘回1.5 所以乘3除2 出來就是這個 54.6109 就是這樣 那你就成功做到a1 這金斯人 到台灣 こと啦 5.4109